馬斯克發推文說 特斯拉將使一些商品可以用狗幣購買 看看情況如何 消息傳出 狗幣跳漲24%到0.195美元 特斯拉銷售的商品有服裝、皮帶扣 其車輛的迷你模型、兒童死輪自行車等 特斯拉稍早前曾表示 將停止接受比特幣購車 不過 馬斯克是加密貨幣的支持者 曾在5月份就特斯拉是否應該接受狗幣問題 在推特 詳詢用戶意見